我们在座行政院吴院长以及经济委员会各部会首长 今天我想本席要来针对这几天来 国人的信心以及东部的子民受到了煤击台风的重撞 所感到无奈以及愤怒的心情 我想要来这里来救教于各位 主席我想请行政院吴院长 吴院长请对训 吴院长辛苦了这几天真的是国事繁忙 那么再加上煤击台风的重创我们的树花公路 那么首先我还是要以花莲的中央民意代表的身份来感谢行政院以及国军等各部会 对这一次煤击台风所造成的一个重创积极的来协助来研究 表示感佩 但是院长 这一次的煤击台风对东部地区 尤其宜兰的苏澳 那事实上很接近花脸 那么对人民经济 人民的生命以及经济的影响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那么连日来造成403 403个人在那里受困 有总共13个人死亡 乃至于到现在为止还有25个人失踪 长期以来花莲人所要的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 就是等不到 以至于今天煤击台风在这里 造成了我们的遗憾 那么现在这一条公路已经不是梳滑高 不是梳滑盖 而是人权的问题 因为啊 这一条路已经没有办法再使用了 那么根据交通部的统计 这一条花莲人微对外的另外道路 从94年到98年来 总共有224天是双向阻断 平均每一天 有每一年啊 有45天是没有办法使用的公路 那么事实上公路总局也跟我表示 梳滑公路啊 每天都在养护 实时都在养护 但是啊 已经到达没有办法有效养护 上边坡的落石 随时会掉落 造成了这个车辆的伤亡 那么在从民国最早89年的时候 其实啊 其实啊 输花高的这项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估 老早通过了 那么民国91年的时候 行政院也核定这项计划 但是很无奈 当时的行政院长 民国92年 游锡坤先生 他到了花莲去宣布啊 宣布这一条输花高速公路 停止这样的一个建设计划 我在想 院长 你现在是我们的行政院长 当时的行政院 如果不做出这样的决定的话 现在也不需要这样 罔顾人命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 我感到相当的遗憾 输花高速公路 输花公路上啊 从届时停止建设开始 停止这个输花高的 这样的一个建设开始 到现在 死亡的人数上千人 死伤的人数上千人 可以说是一条死亡的公路 我在这里 我要呼吁一下政府 真的是要对这一些人表示负责 院长 我是不是很诚恳来邀请你 来代表我们的政府 因为您是现在的行政院长 是不是我们来抱歉一下 请院长 谢谢 谢谢王委员 我完全能够体会到 对花蓮人 对很多的宜兰人 没有能够把 输花公路成为一个安全 平稳 回家的道路 不分哪一个在任的政府 都应该总结 为没有人达成这个地方的希望 要表达城市的牵引 我已经表达过的 是 那么我也很恶要的跟王委员报告 第一 从去年九月十号我到任之后 就体认到 过去输花高 仍然引起很多环保界人士跟团体的质疑 因而当时把它割下来了 这已经一晃 就是六七年前七八年前的事 所以去年我到任以后我就觉得 总应该在 给花蓮人一条平稳安全回家的路 同最基本的环境保护的原则 能坚筹并故下 应该总有一条路啊 所以才有所谓 输花公路改善工程 所以十月 我给总统报告了 总统非常赞成 这个基本的方向 所以就交代 这个交通部 就原有也在评估中的 十二月二十八号 就提报了 有关可行性的研究报告 当时觉得OK 所以才进行 下一步的 这个准备工作 所以到目前为止 二月二十八号 对 所以我要澄清一个观念 不是因为十月 十月十八九号 延续的这些事情 政府才匆匆忙忙 告诉花蓮人说 我们要来做书花公路 我相信 没这个事 我们从去年十二月二十八号 可行性评估定案以后 就立刻交给交通部 所有的段 是行政院 合适交给环平 所以九月二十八号 已经送请环保署 做环境影响评估的工作了 十月十八号 也已经第一次专家会议通过 没错 我现在再一次 很负责任的报告 如果环平能顺利的通过 在严谨 公正的情况下 顺利通过 输花公路改善工程计划 就即将 接着展开发包 招标 发包的工作 那么顺利的来进行试试 我想院长 第一次的现场会刊 以及最近的环境影响的小组会议 我都有不但参与 而且我都有详细的 这样的一个资讯 所以我也承认 政府到现在为止 其实从马政府上来以来 有五个方案 选出一个最能折中 而且最能负责任的方案在执行 那么遗憾的是 在还没有完成这一条 安全回家的道路 我们马上已经看到 人民的损失 是不是院长 在这两天 宜蘭县政府 花莲县政府 通通有为罹难者 来表示哀悼 来表示这个默哀 院长 是不是在这里 我们很严肃的 请您带领 在下所有我们同仁 是不是我们一致的来 为罹难者哀悼一分钟 我都赞成的 因为内心的哀悼 我们都存在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还没有办仪式呢 因为在宜蘭县 苏澳镇 白云市 往生的那几位 是已经确定的事 九个宝贵的生命 那是确定的事 所以宜蘭县 他去进行哀悼的仪式 这很正常 我们现在还在为二十几位 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我想院长 我们还在搜寻当中 我对已经往生者 内心一定同 王伟一样同感哀悼 所以啊 我是不是请各位就座 还是起立 我们来表示 简短的一个哀悼之意 好不好院长 是 只要主席同意的吗 主席 这个我们的时间 我们利用很简短的来哀悼个三十秒钟 我相信这个是主席 本席的时间 我希望能够表示这样子的一个质疑 院长 只要主席同意 因为这是大会吧 这个是很庄重很严肃的 我想今天造成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伤亡啊 是不是我们最起码 最起码的一个尊重 好不好 这是本期的时间 我坚持是不是 来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这个哀悼的这样的仪式 就是三十秒钟的一个简单的 好不好 那个时间在过 我想要扣起来啊 那个 那个副院长 我们是不是很简单的就表示一下 那么 我想这样 院长 与其说啊 时间一再过 倒不如我们啊 把这个心啊 赶快继续 我想院长 你也表达了 这样一个沉痛的心啊 我们是不是啊 把这些力量赶紧的 再把我们花莲的一条 未来要安全回家路 赶紧在各部位首长面前啊 我们继续的来把它完成好不好 所以我有坚定的决心 实现这个承诺 我在这里啊 我也要向啊这个副院长 刚刚的时间帮我扣一下 那么院长 您表达了这个决心 但是啊 要对东部子民的一个 啊 关心啊 可能不是只有用表面式的 我不是说行政院啊 行政院很辛苦来救赞 不是用抗争式的 而是要解决问题 所以本期在这里啊 我严正的向我们交通部 我们行政院啊 我们来来啊 要求 在书花改造工程 一百零五年 还没有完成之前 好 是不是能够依据现在 对于我们 灾难的一个抢救 加开所谓的直达班车 让书运这个东部啊 因为灾难 因为书花公路 没有办法书运 所以加开班次 而且优惠的票价 那么我也知道交通部 已经在目前 有加开了所谓的花莲道 宜兰的这样的一个 啊 加班 区间车 来接驳 啊 所谓的 啊 这个血税 这是很好的 啊 一个应变的措施 但是我要求交通部 要继续执行到 一百零五年 我们的书花改造工程 完成 让东部的子民 有一条便捷安全回家的道路之前 必须有这样子的一个 啊 权益的措施 不晓得院长你认为怎么样 报告 王委员 有关书花公路的事啊 分三个项目来谈 第一 如果环平顺利 公正严谨的审核通过 那会即刻办理 招标发包的工作啊 那这个是一百零五年年底 要完成 也许会提早一些 那要看进度的掌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立即要进行抢通 抢修的工作 这个应该在下个月啊 中旬之前 我们会来大致完成 现在最艰难的 是一百一十六和一百一十五点四 那两个地方 因为贪方的比较 第三 我要说明的 就是在抢修抢通之后 在书花改还没有完成之前 我们依然要投入一笔可观的经费 来改善 书花公路本身 让它比之前 要更安全 更方便 这一点我是有绝对的信心 我们一定要做 好 本席说 为东部子民的照顾 可能不是只有一条 书花改的一个工程的完成 那我非常谢谢院长的决心 我现在想请农委会 这个陈主委 陈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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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接下来 刚刚跟院长所提到的 这一次的公路 书花公路的阻断 其实是代表了 历年来 花莲人对外交通的不变 那么因为没机台风 而让交通阻断之后 花莲的农民 会很可能的 他不但没办法用这条风路 把他的农山逼送到台北 他快逝对南部去 走到北部来 像这样子的一个不变民 像这样子 因为政府的公路的设施 没有办法完备 所以农民很可怜 他足足的在运输成本上 每公斤多了三块钱 在时间上每天要多花八个小时才能把他的货品运到市场去 那么我在这里是不是可以要求农委会出面来做处置 不晓得陈主委你认为如何 是的跟吴王委员报告 这一点县长已经交代我们跟交通部 交通部加开各种列车 后运来解决一部分 那假如现冷藏车 或者像县 还养殖一夜 这些呢 我们对他所增加的运费 我们会来给补助 那下午我们两点我们就会邀请花莲台东宜兰 县政务还有这个农民团体业者来开会 就这个部分 所以下午就会有结论 下午就会有结论 那是不是这样子 两点钟 下午两点 两点钟 本席也要侵付到农委会来 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好不好 是好 欢迎 那么院长 总统在上台之后 为了地方经济 他相当的用心 有一个所谓的爱台十二项建设 在花莲县的光复乡 大农大户地区 他有一个叫做大农大户 平地森林游乐区 那这是一个低度开发 充分的展现庶民经济 能够提供不但是旅游观光的收入 而且在周边有餐厅 能够让民众去使用 在园区内绝对不与民争利 不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提供机会 给民宿业者 给餐厅业者 来造就外环的经济 这样好的一个计划 院长 据我所知 农委会预定投入总投资六亿元 那么在今年也预计投入两亿元 甚至于在年底办理 其初的这个开源的活动 但是我想要请问 是不是院长或主委 您来 好 是不是主委 您来说明 有没有把握在年底做到初步的开源 跟委员报告 原来是一直在年底 但是现在因为有一些杂像工程 没有办法取得 那为什么杂像工程没有办法 这个情况不是已经从总统上任到现在了 有抛马场或者是国际观光旅馆 那我们认为低度开发 那假如要住宿要餐饮 我们认为是藏户移民 让他在延区外面的这个民宿来住来吃 那我们里面的是做休闲 那这个这个他的这个生命力 所以完全是以一个低度开发 然后造就外回庶民经济的一个好的建设计划 我想院长 如果说一个政府大有为 大破大力的话 我说不但是一条梳花公路的改造工程要完成 像这样有意义的计划 一定要能够继续的赶快的 让他造就我们地方的经济 因为啊花莲县光复乡地区 乃至于瑞穗凌镇 都受到当时的唯一的台糖的产业的关门 啊这个啊没有办法在运作以后呢 整个经济萧条到现在 所以我相信院长 你应该能够体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